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收行法语汇集 自我与他人 我们希望自己快乐 所以我们应该也祝福别人获得快乐 我们希望自己远离痛苦 所以我们也应该祈愿众生都能免于痛苦 我们应该如是思维 愿一切有情众生 聚乐及乐音 愿一切有情众生 离苦及苦音 愿一切有情众生 不离无苦之妙乐 愿一切有情众生 远离亲疏爱赠 常住大平等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我们快乐 感到心满意足 其他人不快乐 不是我们的问题 当我们不关心的时候 我们只想尽快除掉任何 让我不快乐 不顺眼的东西 根本不记得 也不在乎其他人 可能也很不快乐 感谢观看 相反的 我们应该也希望他人 和自己一样快乐 设身处地 感受他人的痛苦 永充满慈悲的心 对待一切有情众生 就是圆满成就诸佛菩萨大愿的最佳方式 永充满成就诸佛菩萨大愿的最佳方式 我们也应该实时修持慈悲 直到慈悲永住于心 不退失为止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要不断地休息 要不断地休息 对轮回的出离心 首先 休息是所有众生如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休息绝受他人之苦 是你自身之苦 接着休息 珍爱众生 更胜于己 当我们修行 并在修道之路上 有所精进时 我们必须记住 所有的努力 都是为了利益他人 保持谦卑 祕入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謹記你的所有努力 與廣大無邊的菩薩行相較 都顯得輕而易舉 正如父母深愛子女一般 我們絕不能認為自己已經為別人做了很多 或已經足夠 即使我們最後讓所有眾生正悟成佛 我們也只能這麼想 我們的願望已圓滿成就 絕不能有一絲想要獲得回報 利益自身的念頭 砧瀉 宇宙 雙力 宇宙 雙力 超越我直 全心全意为他人奉献 即是菩萨行的精髓 行菩萨行取决于心 而非显露于外的行动 真正的慷慨是没有执着 真正的戒律是没有贪欲 真正的忍辱是没有称恨 菩萨之所以能够舍弃自身的一切 就是因为他们 已经完全超越了内在的贫乏 可以无条件地 去实现满足他人的愿望与需要 虽然从无始以来 已经投身过这么多次 但我们却未成就自己和他人的福祉 现在就这个人生 我们应该要完成自他的利益 修行法语汇集 心 人一生中所面临的俗世 就像永无止境的海浪 一波接着一波而来 但我们到最后 还是两手空空 什么也留不住 我们的脑中 走过无数的念头 一个念头 生出许许多多的念头 但所有的念头 都只会增加内心的骚动 与不平 音乐 音乐 仔细反省日常行为 所依据的基本价值观念 并试着找出它们从何而来 我们就会发现 这都是源自我们 未能对事物做正确的检验 我们的所作所为 通常是根据 每一件事都是真实 具有实体的假设而来 但是当我们看仔细一点 就会发现 现象世界就像一道彩虹 色彩鲜艳多姿 却没有任何实体存在 世上没有什么是我们可以拥有的 所有事物 只不过是透过各种因缘的结合 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心中生起的念头 也是如此 念头根本没有所谓实体的真实 或本质的存在 所以 我们也没有理由 沦迹念头的努力 沦迹与涅槃 皆由心造 生命中生起的念头 《非诚勿扸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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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扸》 即使如此 心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它只不过是一堆念头罢了 一旦我们认清念头是虚空的 心也就失去了蒙骗我们的力量 但是只要我们把虚假的念头 当作是真的 念头就会像过去生生世世一般 继续折磨我们 让我们深受痛苦 为了达到控制心的目的 我们必须觉知 该做什么 以及该避免什么 我们也必须保持警觉 实时检视 生口意三方面的行为 为了破除新的执着 了解所有的现象 皆如海市圣楼中的绿洲一般 空无虚有 美丽的外相 无异于心 丑陋的外相 也无害于心 展断希望与恐惧 喜爱与憎恶的连结 按住于平等舍之中 了解所有的现象 只不过是自心的投影 一旦你知道 什么是绝对的真理 你将认清 眼前所有的相对现象 只不过是一个幻影 一场梦 并且不再执着于它 圣青十项即是空 就等于破除了思想的限制 本法语节目 感谢中华印经协会提供 并请十方大德继续踊跃不持 中华印经协会 宣扬uar宣扬佛陈 gi 推广佛教文化 培养人文胸怀 认识生命本质 护持账号19658482 19658482 护名中华印经协会 其实我们并不需要 这才是我们要的世界 少一些会更好 老大 我们扛了78年了 寺内滴水 墙壁裂开了 快了快了 新超风寺正愁见钟 你看老三老四在后面 努力撑着 在还没动工前 我们都要努力撑住 加油啊 是的 他们是新超风寺 大雄宝殿外 四脚头 抬妙脚的历史 昭和18年 1943年9月30日 自山上旧超风寺 迁移至今78年 新超风寺拥有300年前 由大陆南海普陀山请来正殿 公奉的白衣观音 到此参拜过观音菩萨的信众 都感到非常理念 山门经过岁月洗刷后的灰色调 飞檐翘角 仍精神抖擞 殿内祖尊供奉华颜三圣 释迦摩尼佛 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 白衣观音以红白色调为主 雕刻线条清晰明快 面容温润的白衣观音菩萨 慈祥中却可感受到历史斑驳的痕迹 右偏殿 供奉初祖达摩祖师 右手成全 左手包住以示善意 圆滚滚大眼睛 加上露出的门牙 严肃中带点和蔼可亲 左偏殿 供奉正气参天 观圣帝君 再近一点 圣君对你微笑呢 准提佛母身上的配饰 是不是似曾相识 四里一对一对的梁柱 在造型上各有不同 梁上的题字是警醒 是柱岛 细致的雕刻艺术 更具历史风貌 保存价值极高 抬头仰望 日式风格的隔天井 年久老旧有滴水的情况 所以目前可看到大殿外观 暂时性大铁架的照护之下 让外面下大雨 里面下小雨的状况 得到大大的改善 桃砖下方为年代久远的 孤老实地基 可看出有下陷状况 静谧的大钢山新超风寺的 一扇窗一面翻 蒋确心大师打造的青斗石 天公炉栩栩栩如生细腻精致 还有很多值得探访的脚脚落落 邀您随喜共修修善功德 延续观音慈悲苑驻佛殿 邮政化播 0044858-4 0044858-4 沪明新超风寺 电话07631-2291 07631-2291 电话07631-2291 电话07631-2291 圣者极难得 不是每个家族都能出生圣者 但圣者出生的家族何乐兴旺 出个人生出的小孩 不然拢一个修行 你若拍片的修行 你就感觉修行 如果不得不生小孩 那至少家里有胜者 但是如果你现在 去做一个生责的 在家也好 出家也好 出的都得到好处 主佛出生在世间 令人喜悦 佛法在世间弘扬 令人喜悦 生且和和 令人喜悦 比丘持戒 令人喜悦 好 所以最大的快乐 不是自己得到什么 是 看到散步 洪庸这些世界 好 看到修行人 好好的习戒 我很高兴 令人喜悦 所以我们自己要把 散步的形象 透过我们 因为我们是散步 地主 把我们看到 所以我们来看到 你是散步地主 什么是散步 老板你的 为你太多 新Q印 代理出书 表现出来 所以BQ 出家人 就是散步的 因为是真假 破産 也是散步 破戒心的 因为是真假 我们要把它表现出来 中文字幕本身 明镜在线 后面 修行人 明镜在线 另一方面 是 第五方面 绿 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